打开手机上已经安装好的SnapTag 那这个在画面上已经有一个原线框 那我们来对应到这个画面的图案 那比较奇怪是我现在去拍那个电脑萤幕没有对应到 可是我在iPad的上面其实是可以的 那我们来试一次 那这一瞬间它就对应到 那之后呢它大概会花一些处理的时间 可能去进行这个原框里面的设定后面的行销的功能 那我觉得它的不同的行销功能 其实都跟我们将来希望的教学活动应该有机会结合在一起 那我再来试一个 比如说等一下它现在就连到他们后面的网站上的一些服务的应用 可能是产品介绍等等 那这个Facebook也是一样 因为这边没有办法看到 我就用iPad来试 那它也是一对应到感应到 然后就连接到Facebook后面可以做的事情 那大概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花的时间感觉稍微久了一些 那不过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将来在我们可能用到的机会上 看看它可以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处理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 它针对你已经处理过 就是你取得过的图案 它有一些图形的 就是你看过的东西的算是一个历程的记录 那就记录在这个图像上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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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